小贝姐姐 大宝 我是小雪 哦 熊妹 你 大宝 你怎么了 我是小贝 不是熊妹 奇怪 大宝怎么了 同学们 拿出你们的作业 大宝 我让你拿出作业 你拿一只狗做什么 对不起老师 我拿错了 大宝 你为什么要拿漫画书 真是气死我了 老师 我又拿错了 这次一定拿错了 大宝 你居然带这么多玩具 还不写作业 回去给我教教掌 大宝哥哥这是怎么了 我感觉大宝好奇怪 我也觉得 大宝 肝里是什么 是 是什么呢 什么阿姨 我一单错误 大宝 你怎么连大象都认不出来 算了 这次很简单的 大宝 这是什么动画片里的人物 是超级飞翔 大宝 你怎么又认错了 大宝可能没有看过叶罗莉 你们再一个 大宝 这次你总能猜出来了吧 是小雪 不是我 是动画片里的 猜猜是哪个动画片里的 我 我不知道 哼 你们是不是不想跟我玩 所以才这样 大宝不认识叶罗莉 难道还不认识小雪吗 这都能认错 哼 我不跟你们玩了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故意的 大宝 你怎么会认错呢 就是 连小雪都能认错 其实 是因为我看不见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是 就是这样的 瞅我 眼睛烧 大宝 别玩了 你已经玩了很久了 妈妈没事 你不要管我 哎呀 这样下去 你的眼睛会坏掉的 不会的妈妈 你别管我了 墨镜魔法 我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 糟了 这个墨镜摘不下来 小雪零 快帮帮我 等你什么时候不玩游戏 再来找我吧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谁都不敢告诉 连我妈妈也不知道 小精灵 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样 糟了 我们还是先去找小精灵吧 小精灵 大宝看不见了 大宝 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不会不听妈妈的话了 我会好好爱护眼睛 几除魔法 糟了 我能干到了 你去想好了 小精灵 我觉得你做的不对 你不应该让大宝看不见的 可我觉得 是小精灵想让大宝 爱护自己的眼睛 他没有错 那也不应该不顾大宝的感受 反正我觉得 这样做就是不对 难道 我真的做错了吗 好难啊 不如问小朋友嘛 你们觉得 小精灵做的对吗 觉得小精灵做的对 就在评论区发一一一 如果觉得小精灵做的不对 那就在评论区发一二二吧 谢谢大家 OK オン 好 下次再见 点 电 里面 具体 会 制装